在开始之前 我问问大家 在认识耶稣以前 你觉得自己暗淡无光 不重要的 请举手 我看一下 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也不会请你上台 好 大家好 谢谢 请放下 大概两层三层 其实啊 我也是一样 那你可能会很好奇 那认识耶稣以后 大学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就是要来跟你分享 大学生活里头 我会提到呢 关于信仰 关于友情 家庭 爱情 还有职业这些方面 希望呢 透过我的分享呢 能够给你多一点方向 然后也多一点想象 能够唤醒你 然后也能够兴起发光 接下来我有一些小撇步 分享给你 待会听的过程里头呢 你可以不用太紧张 急着抄笔记 我在最后呢 会把这个PPT变成PDF 就全部就寄给大家 所以你不用急着抄 因为要抄的东西会非常的多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反而希望你呢 是能够专心听 然后用心体会 你听一听呢 你觉得听到 你觉得你有触动 你觉得你需要的那个点 你再写下几个字 这样子 事后呢 再当做一个线索 帮助自己 再回味 所以我就来跟你们讲一讲 我的故事 我在呢 台中一中啊 念书 经历过呢 一番努力呢 终于呢 进到了台湾大学 这是我在台中一中的模样 看起来比较青涩一点 对吧 那个时候的我呢 为了要考上大学啊 很努力的拼了一年 等进到了台大的时候呢 应该 我想所有人都会 跟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兴奋 我兴奋到呢 我就觉得说 哇 我会认识许许多多 从台湾四面八方 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名 我想要好好认识他们 结交一下朋友 我聊得多一点的时候呢 我就会问他们说 哎 你为什么会想念医学系啊 我想说呢 我能够呢 被他们的答案呢 激励一下 可惜呢 事与愿违 我收集了几十份答案 结果呢 最常见的答案呢 第一名是 不知道 然后再其次呢 也不怎么样 说因为呢 我爸妈要求很高 我也做得到 就进来了 这样 所以我发现说 原来上大学的时候 有许多同学都跟我一样 其实呢 都顿时失去 努力的方向 不知道呢 自己将来可以做什么 我在想说 哎呀 这怎么是好呢 我可不希望啊 自己在毕业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样子 只有这个答案 不知道 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所以呢 我很积极的设定目标 做了什么事情呢 给大家看一看 左手边呢 是我设计的戏服 那个时候还经历过一番 激烈的争斗 然后高票当选 变成我们班上的戏服 设计了戏服啦 选上了班代啊 参加英文绘画的社团啊 想说交朋友又练英文 再多参加一个社团 去练现代舞这样子 你可能觉得很纳闷 我现在也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参加 为了想要充实自己呢 我在大二的时候 再更进阶 每个礼拜呢 就读一本 就到金石堂 或是陈品 或是台大对面的 那个校园书房 我就读一本畅销书 然后每个礼拜 逼自己听一张音乐专辑 我想要充实自己 这套策略呢 你也不用太怀疑 这谁教的 看这一张应当大家都多多少少都有共鸣 这一个呢 大学生活的三学分 必修的三学分 学业 课业 社团 爱情 这个必修的三学分呢 就让我根据这一套最大的方针呢 我拟出了这套策略出来 结果如何 我们时间快转一下 两年 头两年过去了 到了大二下学期结束的时候 听听我问同学的问题 你大概知道我发生了什么状况 我问我班上的好几个同学说 做什么事情才会快乐啊 他们说你这什么问题啊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 就嘻嘻哈哈的回我 这样子 其实我是很认真的 我是很认真的在问 到底做什么事情会快乐 他们嘻嘻哈哈的回答说 不就去夜唱 去夜冲 不就得了 夜冲也不是没做过 搭着火车去夜冲 夜冲去看流星 哇 看流星耶 该翘的课也翘过了 可是呢 我实在的感受上是 实实在在的 我觉得 尝试过的快乐 感动还有成就感 真的就像我看到的流星一样 一下子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更长的是 接下来我大学还有五年 接下来这五年的 医学系的生活 才是考验真正的开始 比一般的大学还要漫长 而且不只要求要埋头苦干 他还会榨干我的青春这样 为了什么努力呢 我都还不知道 我感觉呢就像是 已经误上了这一船 然后骑虎南下 我眼前呢 看得到的学长和老师们 他们毕业以后 我看见他们进到医院里面工作 他们出了看病 还想要做研究 再加上个教学 我在想说 哇 这样毕业以后 人生还要再工作个三十年 光想就觉得好苦哦 而且呢 医生还比一般人命短 想到晚景凄凉 我问大家 对未来和大学生活 你曾经也有过 类似的尝试和感触的人 请举手 又稍微多一点了 三四层 好 请放下 所以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尝试 我希望大家不需要 再跟我重蹈覆辙 原来呢 口耳相传的 大学必修三学分 经过我努力的 非常认真的执行两年以后呢 不过呢 是崩塌在我的沮丧当中 这样子想到呢 真的是太闷了 我换 我先换这张照片呢 收拾一下呢 这个苦闷的心情 我问问大家 银河美不美啊 美啊 我觉得是美极了 我那天看夜冲 看夜景的时候呢 错看了 看流星没看到银河 其实呢 真正的 星起发光呢 应该就像是这个样子 在黑暗的天际里头 你星起发光 照亮了你身旁 需要的灵魂 接下来呢 我请大家 一起来念一段经文 最下面的出处呢 可以不用念 我说请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念 起 星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来到 耶和华的荣光 发出照耀了你 看哪 黑暗笼罩大地 幽暗遮蔽万民 耶和华却要 升起照耀你 他的荣光要现在 生什么 问问大家 月亮有没有办法 自己发光 没有办法嘛 他怎么发光 太阳照着他 然后 他反射出这个光辉以后呢 才让身旁的人呢 看到柔和的光辉 对吧 你知道吗 你我的生命 也都是像这个样子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就能够发光 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 两年来换得的成就呢 真的都是转瞬即逝 我深刻的体会呢 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 耶和华却要升起 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 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 是上帝的荣光照耀在你我的身上 你我就能够兴起发光 好在呢 我的大学生活 就在我最郁闷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奇妙的转折 我来告诉你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 升大山的暑假呢 我没有闲着 我待在台大里头呢 补全天的英文 然后练习打网球 有时候很奇怪 反正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 有一天傍晚啊 就这么巧 我就碰到了两个学长 这两个学长呢 研究所的学长呢 他们邀请我 我在他们的邀请下面呢 再度的走入教会里头 他们问我说啊 你大学的时候你想找到什么 我非常认真的跟他们讲说 我想要找到 真善美 哇 他说 他们很惊讶 说很少会听到这样的答案 他说你想要找真善美 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真理吗 我说哦 是哦 我看了那么多书 倒是错过了这本书了 我就尝试呢 跟他们约时间 很感谢他们 就常常呢 我们就一起坐下来吃饭 然后开始打开圣经 然后我踏上了寻找真理的道路 我再分享一段经文给你听听 请 我们一起念 耶稣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持守我的道 阿们 这是我第一次啊 跟这两位学长坐下来 打开圣经以后读的第一段经文 对我的印象呢 是非常的深刻 我在想说 哇 这世界真的有真理啊 而且他还能够叫人得到自由 真是太棒了 不是吗 我就呢 很认真的跟他们研读圣经 他们呢 也很特别 他们三不五时就跑来宿舍找我 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聊聊天 有些时候呢 哎 知道我暑假有搬宿舍的需要 他们竟然呢 哎 其中一个人还去借车 开车帮我搬宿舍 哇 实在是太贴心了 然后有时候不只来我住的地方 还邀请我去他们住的地方 他们住在弟兄之家 我去到弟兄之家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带着我一起煮面啊 煮意大利面 然后喝调酒这样子 我还想说 哇 我跟他们建立关系 两个月 哦 认识以后两个月 有一天我就在想说 才不过认识这两个月而已哦 暑假两个月比上我过去好几年 我过去认识了老同学 老朋友 都还比不上他们认识我 我就觉得这两个学长真是很特别 他们懂得圣经真的对关系又特别认识 我就非常的珍惜 把他们当作我请教生命问题的对象 有一次呢 他们呢 直言提醒我 关系比较熟了 有的时候呢 就说出我需要听的话 他们告诉我说 哎 超厌啊 你要放下你心中的骄傲 我在想说 骄傲我有吗 我对你们不是很客气吗 他说不是啊 他跟我解释什么是我的骄傲 你仔细听听 他说啊 在我尝试做他们的意见以前呢 不要每次呢都自己先在脑袋中转了好几圈 觉得说啊 他们的意见呢 可能效果很有限 对我大概就不适用 就直接跳过这样子 每次他们的意见十个来呢 大概有八个 我全部都没有采纳这样子 他们说这个就是骄傲 哇 我听了 仔细想一想 是哦 原来这个是骄傲 然后他们说要怎么做呢 他说啊 你要谦卑的去尝试做一下 我们给你的意见啊 你知道了效果 这才是谦卑这样子 我经过那一次震撼教育以后呢 我就想一想 的确像他们所说的一样 那两个月过去呢 圣经的真理跟他们的建议呢 大部分因为我骄傲的缘故呢 全部都停留在我的脑袋当中 堆积起来 变成什么 知识 知识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出来就没有用 骄傲呢阻挡了我学习真理啊 所以我跨过了这个坎了以后呢 倒蛮特别的 激发了起呢 我谦卑的实验魂 我以前是很喜欢做实验的 我想说这个跟做实验真的很像 只是呢 这一次不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头 而是把别人的意见呢 直接在我的生活里头去做实验 我就是遵行 实验性的遵行呢 上帝的旨意 还有弟兄的意见以后呢 再体会观察一下这个结果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好我也知道 不好我也知道 这不再是停留在假设和推论当中 我踏实地体会到 真正的圣经讲的自由了 我更确定耶稣所说的真理 祂的教导真的是真理 而且照着去做让我得到自由 过程中 我让你知道 为什么会得到自由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面 不是吗 这些黑暗面呢 常常让我们自己呢 不知所措 你朋友关系再好 你其实也很难跟对方开口 对方也很难指教你 说那你该怎么办 是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有机会面对了我自己的黑暗面 我跟弟兄呢 尝试认罪 我采取了悔改的行动 我也跟我过去呢 被我的罪啊 伤害过的人呢 去道歉 请求原谅 而且呢我也了解了耶稣 祂怎么样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在上帝的大能子之下呢 复活 我知道了这一切以后 我觉得让我真的自由很多 我的黑暗面在过去几年 大概从国中时代 慢慢累积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压了那我五六年的时间 到了大学 大二 见到他们已经七八年了 终于我能够意图为快 然后我卸下了我多年的重担 重新得到了自由 前前后后 我经过四个半月 查考圣经 还有努力 我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是很开心啊 可是接下来的 更严肃的问题 才刚开始呢 就像各位 今天来接受特务训练一样 出了这个营队 真正的考验 才刚开始 我觉得今天就想 透过这个集训的时间呢 来装备大家 到底我得到了些什么 能够面对大学 接下来的生活 会有所不同 我要跟你分享三个要句 我说请的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念 请 决心遵行你的法令 是的 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要诀 扎实的基本功 扎实的基本功 我知道 今天大家一早起来 也有一个读经的时间 成为基督徒以后 读经 祷告 邀请朋友 分享福音 这就是 做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 我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知道 基督徒 我是可以成为基督徒 可是呢 基督徒 生命的成败 也都靠着我自己 要负责 就好像 每个人都可以念上大学 可是大学会不会毕业 也都要靠个人的努力一样 我就决定呢 每天我就六点起床 因为我八点要上课 我六点起床以后呢 去读经祷告 然后才去上课 我到了有一个学期 我还记得 我特别做了 这个是我宿舍的样子 右边 看到那本黑色的书吗 厚厚的 想说那本是什么 那本就是圣经 我每天就是读圣经 然后或者是看旁边那一本 白色的是英文圣经 我就会读 花个半小时 看看中文 看看英文 然后 思考一下 花个五分钟 写个笔记 然后我就上楼去祷告 有个学期呢 我还做个特别的计划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日出的照片 那个学期啊 我做了一个计划呢 要四十天破晓祷告 我就四十天呢 我就又起得比之前又更早 然后破晓去祷告 所以你知道吗 台大医学院的那栋男生宿舍顶楼 是我的祷告圣地 在那里有许许多多 我跟上帝美好的关系 这个计划做下来 欲罢不能 我最后做了三轮 总共一百二十天 上帝每一天 奇妙的事情是这样 他每一天没有人教我 我不过看圣经 祷告 他每一天都告诉我 我要学的功课是什么 也许不是我当下想得到的 可是透过那一天 或接下来一两天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在我眼前 跟那段经文互相回应 我就知道说 哇 原来上帝 你要教导我这件事情 所以每一天 要诀一 就是做好读经祷告 分享福音 要诀二 起 互相带导 好得到医治 一人的祷告 有极大的力量和功效 要诀二 就是竭尽自己 只要呢 我犯罪跌倒 我就会呢 跟弟兄认罪 为什么 就写在这里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带导 好得到什么 医治 好得到医治 你知道吗 在我过去呢 刚刚讲到那个黑暗面 是什么 大家也不要觉得 很惊悚 其实在场可能 我相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 跟我面对一样的黑暗面重担 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从国小六年级五六年级开始养成的 看被这个社会所污染 媒体所污染的色情的影片 色情的图片在我的男孩当中 我跟弟兄呢 终于明白说 我要面对这一些东西 原来是要透过认罪 而且我又要悔改 我就要杀掉我电脑里面的色情档案 还有这些连结 你知道吗 这样子努力 坚持呢 有的时候还会不小心跌倒 犯罪又跌倒 又要再坚持 再认罪 再悔改 然后之后又跌倒 哇 连我都在想说 这样子认罪跌倒 认罪跌倒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克服啊 连我都觉得 又要跟弟兄认罪 麻烦他们 还真惭愧啊 就在这个瓶颈当中的时候呢 我读到了这段经文 点醒了我 我说请 我们一起念 请 你要逃避年轻人的邪情私欲 要跟那些亲切的心 求告主的人 一同追求 忍耐和平 他说 你要逃避年轻人的邪情私欲 我非常感谢呢 弟兄没有因为我 认罪了以后又跌倒 认罪了以后再跌倒 就这样子离弃我 他们反而非常有耐心地陪伴我 帮助我体会呢 我自己是深深地被爱的 犯罪犯错也都还能被爱 只要我愿意悔改 为了我后来呢都生发出一种心呢 我不再是想要证明自己啊 而是想要为了他们爱我的心 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 上帝耶稣多么爱我 我也体会到 上帝耶稣对我的耐心呢 所以呢 圣灵也 透过跟他们的分享 圣灵也点醒我说 原来我又救出了另外一个鬼 在这个情欲下面 这还是一个骄傲的鬼 这次这个骄傲的鬼 再说一个话 他说 透过征服试探啊 你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啊 原来这个骄傲的鬼 躲在情欲下面 所以每每我每次面对了情欲 后来又会因为骄傲 再一次诱发情欲 然后跌倒 我做门徒一年半 我终于面对到这个骄傲的鬼 不只是情欲啊 我主动的逃离年轻人的邪情私欲 我之后呢 在email里头看到色情网站的连结 邀请广告信 二话不说都不好奇 直接删掉 在网路密林里头 全部把那些垃圾全部封锁起来 我开始因为这么做 逃避年轻人的邪情私欲 逃避的意思不是不面对 而是远远看到 就远远的逃开 你知道你打不过这个敌人的 你知道你只有逃开 信靠上帝 保护自己的心 我才慢慢的减少跌倒 这件事情 这是我要分享的要诀二 竭尽自己 要诀三 起 上帝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会赐给你们 这个世界呢 想告诉我们 你要抓这个 抓那个 圣经里面呢 只说一句话 他说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交给你们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上帝优先的原则 这是要诀三 我在医学院白天上课 我就 白天啊 其实我蛮孤单的 因为在医学院里头 我的教会里的基督徒 就只有我这么一位 我是第一个 在医学院受洗的基督徒 既然找不到其他人 我就自己呢 利用那个空档时间 白天的空档 我就念书 晚上呢 我在骑着摩托车 回到校总区去 晚上回到那里呢 我跟校总区的弟兄姐妹碰面啊 可能会花时间 可能我们会一起祷告 可能呢 我们会一起 跟别人看圣经 我就把这些花时间的时间呢 当作我的休息 就这样子 我邀请了许多学长姐 学弟妹 跟他们分享 我体会到圣经当中的力量 像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样 我分享给了许多人 我到了我大七的时候 然后我决定多留一年在学校里头 我修少少的学分 因为我想 二十几岁 大家都会说是人生的什么 黄金岁月 对吧 我就想说这黄金十年呢 我就把一年 挑出来 这一年我打算 就是奉献给上帝 好像十一奉献一般 我就带着一些弟兄姐妹呢 再回到医学院里头 这个时候呢 医学院的弟兄姐妹 人更多了 有一些药学系的姐妹 也出现了 我们一起呢 就在医学院里面 去办活动 去跟我们的学弟妹 去分享 经过了四年 我门徒四年以后啊 这个是用一张照片来说明 门徒四年以后呢 我就帮了我 另外一个医学系的学弟 成为基督徒 我都非常的感谢上帝 我这样子 刚刚分享的三个要求 扎实基本功 竭尽自己 还有上帝优先 把握这三个要求呢 我相信你就为你自己的 门徒生命呢 也打下稳固的基础 打下这个基础 那你一定很好奇说 诶 许医生 那上帝所应许的一切 要给你的一切啊 一切是在哪里啊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一切在哪里 在那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呢 讲到一个仆人 他又忠心又精明 我说请 一样一起念 从主说开始 请 主说 他讲到有一个仆人啊 是一个做他的全家的管家 这个管家 又忠心又精明 按时分粮食 给他家中其他的 其他的仆人 大小仆义 我掌握了上面 三个要诀以后呢 我开始呢 逐渐明白 你会明白到说 原来我生命的全部 都是上帝托付给我管理的 我呢 李当呢 是用主人的角色呢 来看待这全部 主人希望我怎么做 才好 我就怎么做 甘心乐意地做他的仆人 按照他的意思做 还记得 我前面提到 崩塌的那三个学分吗 记得吧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三个学分 没想到呢 上帝啊 更换一新 他带我呢 不只是看大学 接下来的四年 而是啊 看得更长远 看人的一生 他说 人的一生呢 其实 是有三个任务 来自于 他交代给人 三项 辟事委任 什么是辟事委任呢 辟事委任就是 上帝开创 创造世界 开辟世界 委任人 做他的管家 当中有三项责任 第一大责任 是为自己 跟他的关系负责 第二个责任 是为自己的婚姻状态负责 不管你这辈子 最后是独生一辈子 还是结婚 最后为治理这地负责 这个辟事委任呢 不是我自己 无师自通而来的 是由这本书 周公和所写的 周公和呢 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院长 他写出这本 信妄爱 圣经伦理学导论 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看清楚人一生 要用什么样的原则 来面对那么复杂的人生 今天我就会以这个架构 来跟大家分享 上帝怎么把一切交给我 当上帝创造世界委任人 人最杰出的表现呢 其实就是做他 忠心又精明的管家 我用呢 这两个很可靠的形象 去跟你分享 在大学时代呢 你可能想说 哎呀我还没结婚啊 是没错 如果把时间轴呢 稍微往后拉一点呢 你就会发现 前生在大学时代呢 婚姻状态的前生呢 是家庭 家庭呢 讲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讲到你如果在教会里面 就有跟教会里面 这个神国大家庭的弟兄姐妹 那我就 顺着这个脉络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这两个 精明 忠心又精明管家的样子 这就是辟事为任 也是我们做特务的期许 对自己的期许 我接下来分享第二块 家庭的部分 前面的这一块呢 三项基本功呢 其实已经面对了自己跟上帝的那一部分 基本功 竭经自己上帝优先 接下来讲第二块 家庭呢 是感恩和和好的起点 跟你们讲一下我家庭 看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大二十的照片 我爸妈呢 是严厉出了名的 在关系里面呢 想得出来 严厉的爸妈 跟他们亲近不亲近啊 不亲近 有很有距离 我都蛮怕他们的 而且觉得 他们是不是管我管过头了 心里头有一点苦涩 我有一天呢 就跟弟兄们聊到 跟爸妈的关系 弟兄们呢 引导我呢 数算啊 爸妈在我生命里头付出的 点点滴滴 我开始珍惜 想说 诶 是诶 我珍惜 他们已经为我做过的 许许多多 他们也教我 开始写卡片 跟我爸妈呢 表达感谢 不止卡片啊 我还学会了做菜 我回家呢 尝试做菜 回报我的妈妈 然后呢 做一个计划叫做 抱抱 亲亲 然后表达 跟我爸说 我爱你 爸爸我亲亲 我爱你 结果呢 我爸呢 被感动到呢 说不出话来 完全时间呢 凝结 从此以后 没想到 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啊 因为他们住台中嘛 我大概都是一两个月 下去台中一次 自此之后 每一次离开呢 都是吻别 拥抱 我跟他们关系都变成 拥抱 然后吻别 我也学习呢 爱我的小妹 小妹是穿红衣服的那一位 好 那个时候啊 他念高中压力很大 他跟我年纪差六岁 我就每一周呢 写张卡片去鼓励他 他呢 每收到这张卡片 他读了很开心 我才发现啊 他把那个卡片啊 就插在天花板 天花板是那种 嗯 好 就是 就是可以插进去的这种 然后 然后他也把卡片呢 拿去学校 跟他的同学 分享 哇 没想到他说啊 他同学都好羡慕 他有这样的哥哥 我跟我的大妹妹 就是蓝色衣服这一位 我也想起了 我跟他之间的过往 在高中的时候啊 我们两个只差两岁 在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呢 我曾经跟他大打出手 那个时候他很叛逆 那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对我爸不爽 我看他不爽 我就K他这样子 以为很有道理这样 哇 打得非常的 呃 只差血流成河 几乎 几乎快变那样子 你可以说呢 那是我们关系里头 很大的一道 伤痕 很深哦 我在看圣经以后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想起了这段伤心事 我就跟弟兄讨论 他们也引导我说 学习跟妹妹道歉 然后跟他和好 没想到呢 两年以后 他也来念台大 他是台大受益系的 然后后来呢 我能够帮他受洗成为基督徒 这是台大的复原里面 那个 那个 喷泉 喷水池 是我 那个时候教会的受洗的圣地 很多人都从那里诞生 所以没想到呢 因为我的转变 我学会了感恩和好 我们家的气氛呢 就变得融洽了 我看我的家人都不像过去一样 我都觉得他们越看越可爱 接着我来讲一讲 同样是家庭 我来讲一讲 神国家庭里面 我学到了什么 接下来呢 讲两点 一个叫做欣赏彼此 一个是呢 化解冲突 看一看上面 很惊讶 列出来的活动啊 关系啊 在教会里面真的很丰富 读经 祷告 唱诗 刚刚讲的嘛 还有师徒关系 就是我刚刚讲的学长哦 我们还会花时间 还有Fontime一起出去玩 简讯 鼓励彼此 Date 约会 送小礼物 送鞋卡片 一起去爬山 Hike 左边传福音 开查经班 左下角圣经碑 比圣经知识 然后右下角 开party 然后有banker 这些都是在大学时候呢 就有的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呢 其实就滋润着这份关系 生活内家人的关系 因为这些雨水的滋润 长成好朋友的关系出来 开花 结果 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这张照片啊 是我跟一群弟兄姐妹呢 在壁坛旁边啊 找一家咖啡店 我们那天 熬夜一整晚 一起看圣经 那看圣经啊 分享啊 这样子 这是一个特别的活动 好的关系当中啊 讲到 先分享 欣赏自己这一块 还是要讲讲 我的师父们 好的关系当中呢 他们先帮助我呢 认识我自己 原来呢 他们告诉我说 超厌啊 拜托 下一次你看到我们的时候 请你笑着 乖张笑脸好吗 你平常都是苦瓜脸 这样子 我都不晓得 原来呢 我因为医学系的学业 很沉重 每次都压力很大 都是皱着眉头 苦瓜脸 去到教会 这样子 想说下礼拜 又要考试了 这样子 他们说 你要练习 带上微笑 然后呢 在关系当中 要懂得分享你自己 的体会啊 要不然我们都不认识你 你在医学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才注意到说 原来我的带着笑脸 非常的鼓励 我身旁的人 连照镜子的时候呢 自己看了 都比较高兴 这样 学会了欣赏自己以后呢 再欣赏别人 我也学习呢 我的师父 学习他们呢 建立起同财的关系 同财呢 是年纪跟我差不多 也念同样的年级 或者是属灵年纪 受洗的时间差不多 跟我是相同时间 受洗的 这些弟兄朋友们 就成为我的同财 他们当中 有的人很热情 有的人呢 很幽默 有创意 有的很会打篮球 有的长得很帅 那有的会讲道 有的会唱歌 我发现呢 我要学习 欣赏弟兄的优点 我来跟你分享一段经文 找到这个动力 我们请在一起念 请 很好 要心存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是我们的主流社会里面 背道而驰的事情 主流社会里面 要我们 找到机会 就要秀出自己 不是 圣经的教导是 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学习爱弟兄 为他的需要着想 换一个角度 过往我常常接收到 我师父的付出 现在换做是我 买饮料 买宵夜 去研究室找他们 我看到他们的需要 我写卡片 鼓励弟兄 我知道弟兄们 在研究要考试以前 压力很大 我看到他们的需要 如果你像我一样 有些时候心里头 看到别人好 会酸酸的 的感觉 会有嫉妒跑出来 我鼓励你 一定要试试看 我这个方法 我会请求 上帝的帮助 跟上帝祷告 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呢 跟他说 上帝啊 请你帮我 能够 站在你的角度 看我身旁 跟我同性别的 弟兄 或者是姐妹 请你帮助我 能够为了弟兄的快乐 而快乐 为了弟兄的成长 而高兴满足 我因为这样子 我发现我的爱心变大了 变得更加的自由 变得更宽敞 上面讲到欣赏彼此 接下来我要分享别的故事 是化解冲突 很好 看到这一番景象 我跟你讲 这个是住在弟兄之家的样子 没有整理时候的样子 没有整理时候的样子 我心里头就忍不住想说 怎么会有把住的地方 弄得这么乱的弟兄呢 其实弟兄关系 好是蛮好的 那有些时候 也很像猫狗大战 有的时候就是会有 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 我看别的弟兄讲说 怎么有这么 轻浮爱开玩笑的弟兄 后来那个弟兄找到一个机会 跟我坐下来说 超厌 你知道吗 我心里头常常会浮现一个声音 对你 那个声音呢会说 怎么有这么骄傲的弟兄 这么自以为是这样子 好险我们 我们呢 都一起有上帝的话 帮助我们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是哪一段话 我说请一起念 请 追求长进 更像元首基督 说话要凭爱心 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 凭爱心的意思呢 坚持真理 就是凭着爱心 说诚实话 当关系里头呢 有冲突的时候 这是一门大功课 不过我这边 简单几句话带过 要坦承自己的困扰 澄清对方的动机是什么 表达你对关系的期待 表达你对关系的期待是什么 凭着爱心说 而不是随便丢情绪过去 接受对方的道歉 然后用爱心说诚实话 化解冲突呢 是一份深厚的关系呢 必修的功课 当然呢 我自己也面对反过来的时候 是弟兄来跟我讲说 诶 超燕啊 你不要再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时候我也要准备好 聆听弟兄说 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也要准备好呢 为了我不小心的言行 使他受伤 而跟他道歉 而悔改我自己 而为了爱他而改变 这些时候呢 都是比较严肃的时刻啦 当然没有人呢 会觉得很享受 可是面对了这些严肃的时刻呢 关系就会变好 变成怎么样呢 这是严肃的时刻 就会变这样 一家亲的感觉 接下来呢 讲到这边 大概时间呢 过了50分钟 大家精神还好吗 好 不过我想让大家 能够简单的动一动 好吗 手往前伸 来啦 往上 手腕转一转 好 手放下来 晃背往后 用力 扩背 很好 然后脚往前伸 转一转 好 请站起来 我就不跟着大家了 请站起来 跳一跳 动一动 转转转腰 好吗 精神有没有好一点 有 好了 我们请坐 我们继续哦 因为接下来呢 是要讲到重点 大家最关心的部分 接下来的更刺激 更有趣 更令人期待 我要讲到爱情 四来的刚刚好 你知道吗 建立异性好朋友的关系 就像一场精彩的桌球比赛 不是把对方杀死 不是 不要听错了 我先跟你分享 我做基督徒以前的惨痛的经验 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啊 我就已经尝试过了 其实我能试了都试了 我追班上的同学 班花 结果呢 他最后跟我高中的好朋友 成为男女朋友 broken heart 我没有放弃 大二为什么去现代舞 里面就有一位漂亮的女生 我又继续追她 追到有一天呢 我在椰林大道呢 还下雨哦 我就认出她来 再走在我前面 本来要过去跟她相认的 想说下雨是很好的 结果走一走走一走 发现 原来她跟另外一个男生相遇 后来知道 原来她跟她前男友复合 好在我没有闹到情杀 上帝是感谢上帝拯救了我 所以回到这个桌球 我要跟大家讲什么 各位弟兄男生请仔细听好 千万不要一厢情愿 一鼓闹把你的热情呢 全部都要你心仪的对象 全部接受 请先试试看呢 你欣赏的对象 你给自己一个时间 我觉得啦 你就试试看发球三个月 什么叫发球三个月 你球发过去 你要看一看对方 愿不愿意跟你打球 他有没有把球打回来 OK 有接到吗 有啦 当然这三个月 如果你只跟一个女生发球 是不是很亏啊 是啊 因为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嘛 只不过只是要建立朋友关系而已 你建立朋友关系的时候呢 鸡蛋就不要同时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同时间呢 跟三位到五位建立关系 OK吗 不是脚跨多条船哦 不要误会哦 你现在是在交朋友关系 你都还不认识对方 不过刚开始而已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 仔细听哦 除了你自己 你自己心动的对象以外 你也要打开你的眼睛 看看 有哪些姐妹是对你主动的 有接收到吗 不要都只看到自己 想要的就拼命的 手刀冲出去 也许呢 你会跟三个五个 这样的关系呢 建立关系看看 看看哪些姐妹呢 是愿意跟你打球 她会打球回过来 你再打过去 她打过来 你再打过去 懂我意思吗 大概不要连续发球三次以上 连续发球三次以上 对方都没有回球 你就知道说 可以提前结束了 这比赛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我讲的第一个呢 打好桌球 顺利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哪些人 是你异性的好朋友关系 慢慢会出现 而且将来有可能发展成 男女朋友关系 本来是好朋友 对不对 你先发球三个月 三五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 你发现真的有一些关系 有互动了 那个才有可能变好朋友 对不对 不要都停留在自己想象里头 像我第一个追的一样 经过继续这些活动啊 这些联系啊 才会有下一步 接下来我讲第二点 真实认识彼此 问问大家 当你选要追的人的时候 你是最常依据的什么 有谁敢想要发言的吗 可以举手发言 来请说 对 什么 价值观 很好 价值观 我说大部分人的心情 不敢讲的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看外貌 对吧 还有一个啦 凭感觉 对吧 没关系 我们不用不承认这件事情 其实 凭感觉 看外貌 就是化学反应 就是说 我有感觉 这个女生让我心跳一下 那个弟兄长得好帅哦 就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要讲 这还不够 你如果只认识这样子 你有没有认识对方呢 没有 不完整 还有另外三点 我跟你分享 爱真理 个性互补 梦想相合 而且这四点 而且这四点才比较完整一点 这四点还有个优先顺序哦 这样子还不太对 真实认识彼此 真实认识彼此 真正重要的是呢 我鼓励弟兄姐妹啊 要放下主观的感觉 主观的外貌的好恶 请让圣灵带领 带领你呢 打开你心中的眼睛 看到呢 弟兄姐妹呢 内在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他所结出来圣灵的果子 你可能不晓得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简单的说呢 就是好品性啊 好像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等等 这样子 我就举个例子 我就与Susan为例 Susan呢 看着这四点哦 按照这顺序来 有优先顺序 越上面越重要 因为当一个人 越爱真理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愿意 越愿意改变自己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将来 你常常都会听到 很多人结婚以后 很想要改变对方 改变不了 然后怎么样 离婚收场 这不是我们乐见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要找到 跟彼此呢 是同样爱真理 旗鼓相当 个性上面 总是会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的重点是 个性要互补 他有我没有的 我很欣赏 我有他没有的 他也欣赏 而不要两个人常常是踩到对方的雷 OK 梦想要相合 对将来 有什么样的期待 两个人的梦想 总要有一点交集 不要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那样这样子就走不在一起 我就举Susan为例子 Susan呢 她就很爱上帝的真理 我平常呢 弟兄姐妹约一起读经 祷告的时候 我们事后都会分享 我就三不五时都会听到 她因为上帝的话 又在面对和改变些什么 爱真理 过关 第二 她也很投入爱人 这是她的个性 她就是非常的对别人 非常的温暖 那这一点呢 非常的鼓励到我 因为我不是那么懂的关系 是我很不足 我很欣赏的部分 她梦想 将来呢 她是念社工的 她梦想将来当社工 或者是甚至有机会呢 在教会里面服侍传道 我就觉得 这跟我做一个医生 然后我也有 为教会服侍传道的梦想 我们两个人的梦想 有一些交集 我喜欢助人 那最后一点 化学反应 其实根本就不用想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你没有感觉的 大概你也不会跟她建立关系 所以第四点 根本不需要培养好吗 多花一些精神 在前面三点 有了这四点以后呢 我还感谢教会 跟在教会外面不一样 教会有什么 有些教会守则 教会 约会的守则 Dating guidelines 我们讲Dating guidelines 这是我自己教会的术语 它是保护弟兄姐妹 还在建立男女 还不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在建立朋友关系的时候呢 不落入试探的保护原则 然后成为男女朋友 以后呢 一样适用 一直到结婚以前 举例以上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能两队以上一起约会 两个弟兄 想一些idea 创意 去鼓励两个姐妹 那这个约会呢 是三个弟兄 鼓励三个姐妹 那或者是说呢 当然啊 喜欢的都很想要一直约他嘛 所以教会就提醒说 不要超过 一个月不要超过约同样一个人一次 然后一个礼拜呢 你不要超过一次以上的约会 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这些 基本上这就是一些保护伞 这些保护伞其实很有效 帮助我们啊 因为说实在哦 在大家大学的这个阶段呢 正是荷蒙冲脑的时候 很容易呢 一直冲啊 关系里头都很容易动用手刀 这个有了这些guine line呢 保护我们比较容易踩刹车 大家的关系里头呢 避免暴冲撞车这样子 那反而帮助我们的关系呢 就比较回到单纯的爱 弟兄就常常多想 到底怎么样子是 鼓励到身旁的女生姐妹这样子 发挥创意鼓励姐妹 好 接下来我就分享个实战的经验 实战经验哦 很刺激哦 这个是我跟弟兄姐妹一起 在一个同样的成长小组 叫列雷小组一起成长 你大概看不出来 我将来的太太在哪里 好 讲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英文叫favor list 这基本上是每个男生的秘密啊 我今天就大公开了 favor list 有些人看了哈哈大笑 看到Susan呢 排名第一啦 后面还有排第二跟第三 A跟B这样子 第一名呢 分数九十几分 第二第三名 差距跟第二第三名差距大不大 非常大 虽然有第二第三名 不过基本上呢 第二第三名有点像是烟幕弹这样子 哈哈哈哈 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叫什么情况呢 这是很多弟兄男生会发生的 叫做one focus 就是啊 看到自己喜欢的呢 自己所有的导弹呢 就全部发射 全部都是针对第一名过去 很可能呢化学反应太多了 应该呢加强我刚刚说的前面三项 我就要跟大家 拒绝被化学反应牵着鼻子走 拒绝被化学反应牵着鼻子走 呃 感谢上帝呢 我就做了这些努力 加强前面三项 诶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A跟B呢分数高起来 而且追的怎么样 势均力敌这样子 这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突破one focus 我怎么办到的呢 关键在于多问意见 我谦卑地接受我师父呢 和弟兄们给我的意见 我操练自己呢 发觉不同的姐妹身上呢 有发现他们不同的优点和长相 直到最后呢 我会发觉自己呢 欣赏和珍惜上帝国家中呢 每一个姐妹 哇 其实当我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又进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我绝对不是在是锁定 好像每次聚会里面都只锁定在我喜欢的那几个 而是这个我也欣赏 那个我也欣赏这样子 都觉得哇 有他们在这个神国的家里头真好 那个时候我心里头抱着跟Susan的关系 怎么看呢 我就想说 我就是做好她的好朋友 至于最后呢 她跟哪一个弟兄成为男女朋友 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虽然我对她有意思 能不能够成为男女朋友 要她怎么样 她要愿意还不愿意 她要愿意嘛 她也要愿意 我们两个人都要愿意才有办法成为男女朋友 所以我打算呢 就算她跟别的弟兄呢成为男女朋友 我都打算要祝福他们 这个层次不太一样 我也开始祷告 等待上帝的时间 我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这三个姐妹 都已经很好了 你就看 我适合跟哪个姐妹 成为男女朋友吧 也不一定是Susan这样子 结果 这样的时间啊 从那个one focus到 到这个呢 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花了一年 的时间 调整我的心态 结果呢 也蛮奇妙的 我就用几张照片跟你分享 时间快转一下 刚刚讲那个烈雷的Tim嘛 这跟Susan Day活动 后来呢 没想到我真的可以 跟她成为男女朋友 我在跟她关系建立一年半以后呢 在众人的协助之下呢 我终于确定Susan也愿意做 我的女朋友 试试看啦 那在我精心设计的告白以后呢 成为男女朋友 哇 太高兴了 而且呢 我觉得成为男女朋友以后呢 我也鼓励在场的每一位 你将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呢 你也不要让撒旦呢 试探你们的关系 保护这份关系呢 是纯洁的 小心不要落入这种情欲的试探当中 我也好在我前面已经面对过那一段 我的黑暗面了嘛 对吧 所以我对这个 处理这个关系呢 我也比较拿捏得住 知道说我要保护我的女朋友 我保护对方就是尊重她 我才是真正的爱她 所以这样子呢 经历了一年半之后 哇 好赞哦 而且 这是在我大七的时候 我还没毕业 太酷了吧 不是因为金子 也不是因为房子 也不是因为儿子 车子 而是因为呢 一份爱与牺牲呢 让我呢 也有勇气呢 养成我可以说出婚姻誓言的勇气 直到我第一个吻 就是在我们的婚礼当中 哇 哇 真的很棒哦 感谢上帝呢 让我们呢 成为对方的好伴侣 直到现在 你可能很好奇 我们 结婚多久了 结婚已经15年了 15年不算短哦 很遗憾的事情 我必须跟你们说实话 很遗憾的事情呢 是 我有一些班上的同学 现在还没有结婚 有一些同学 是已经结婚 比我晚结婚嘛 是吧 可是呢 比我 不是比我 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 跟着这个世界主流 然后没有照着上帝的 法则走的结果 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把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功力呢 已经传授给你们 关于这个爱情的部分呢 打好桌球 打好桌球 记得哦 真实认识 真实认识 还有多问意见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 帮助每一位 渴望呢 跟上帝同行的人 每一位特务呢 都能够明白呢 你是上帝所创造 独一无二的 你对你自己的人生 有更清楚的概念 我激发呢 你更多的期待出来 我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不论上帝呢 将来带你走向 什么样的职务岗位 什么样的婚姻状态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 都是跟他保有亲近的关系 上帝的光呢 常常照在你的心里 你自然就会像月亮一样 发出柔和的光辉 你也会为爱上帝 兴起发光 谢谢各位